爱客是个什么企业 它的核心 它设备是什么 我觉得核心离不开LED技术 也就是RGBW 因此在构筑场景的时候 我做了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色彩就按照RGBW 我们通常用的四种颜色来构想 同时用四种颜色交汇以后 产生无限种颜色 因此我们定义这个企业 是一个多彩的企业 那么多彩给大家带来丰富的 一个世界和想象力 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用一个我们日常使用的容器 矿泉水平 同时另外想到一个 代表力量的象征的气球 还有一个就是所有人的祝愿 那么这三个结合到一起 再加上爱客的技术 现代的LED的变化可能性 我们做了一面墙 穷重力量的墙 也是员工的墙 那么这堵墙呢 用了接近三千个这样的矿泉水平 背后呢 用了LED的点来控制 中间呢 我们加入一个 可以表达我们愿望的一个气球 气球上呢 显了三千人的祝愿 制作的时候呢 那在工厂呢 艾克团队呢 邀请了三千名有代表性的员工 在每一个自己要把它加油骨气的气球上 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愿望 那么用LED把它打亮 共同构筑一面 公众的墙 这个墙可以互动 当你的手触摸上去的时候 心会出现 在场景构筑的时候 我们有意思采用了镜面这种方式 让这面墙无限扩展 在这交流 那么交流 产生我们人类生活中 文化的一个源泉 我希望这个源泉是不断的 为未来我们能够构筑更多的理想的平台 建议